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尤其做直播 我很喜歡看 洗澡也要看著 可以這樣 光家熱等於火 Brian Gawalker等於DID 腳毛爛鏡又來了 這隻是DID的20周年的版本 據聞Tweet就斷了 這麼緊要? 是啊 是啊 樣板也要撲回來才有 這麼緊? 是啊 這麼瘋 那是哪方面的市場呢? 國內或者外國? 我想是外國多 因為香港玩的人真的不多 你看到20周年這麼帥 我就真的不捨得開 所以開箱就到超為止 哈哈哈哈 不是 先拿個教誌 這隻其實價錢好像貴少少 以及供應量是有限的 這當然是著名的 喜歡玩德軍的朋友就知道 是著名的德軍產品 就是德軍的二戰散兵 哦 全套裝備 那套Sprinter Smog 那套裝備很怪雞 其實是 是夾拿衣 是 因為它要跳散 那要帶著裝備 就不適宜 會脫褲 代到很緊張 你跳脫身 你有沒有剪刀? 沒有 落地的時候 褲是脫掉的 我認真這麼說 其實大力扯都可以 因為我扯東西挺厲害的 你剛好又沒 有東西又扯 你今天潛意識也好 潛意識是很正常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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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多漂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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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 其實戴豬嘴的德軍是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們準備了 會打毒氣戰 但是沒有 經常都說了 不說了 而且背景很漂亮 Walker 是的 嘩 很多東西 拿出來的時候 是未裝過那套衣服的 是的 通常都是幾套衣服的 散兵又是多到不得了的 那我就盡量不說 是 人方面呢 就交給 好腰好腎的 男人去說人吧 好了 有什麼想說呢 沒有 其實有一件事 你說現在 如果他出現代的軍人 我想他們會用一個大碩一點的 因為現在的人身形其實大了很多 是 你看看這個身形 你知道其實連這個身形也有巧舊 那年代的人如果看回舊照片 是比較小 那時候人是沒有那麼大 不會粗糙到現在的海關陸線隊 好像阿洛蘇和新加 那時候歐洲人的平均高度 就是我現在的高度 就是170左右 是的 其實Walker也是那種標準 就是差不多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如果你去法國 德國那些鄉下屋 還是沒有裝修過 很矮的 你會看到那些門 那些門框是很矮的 很矮的 所以其實以前的人其實不是很大 營養不是那麼好 有個說法說 譬如俄羅斯有一個皇后 叫Alexandria the Great 有人以為她是The Great 就說她是很高 但看回她剩下的維物裙 其實她不是很高 只不過因為那時候的人 其實真的比較矮 所以這個身形 你看看 她是一個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她是一個小千瘦的美國男人 而她們真的特地做過瘦 其實早期的1比6模式是很大隻的 很大隻的 現在她就變小了 所以將來她出現 還用一些大隻身體 我覺得是對的 好 衣服那些 其實傘兵那些 是第一代的時裝 她的腳的副管位 她是有索繩的 就是不會自己棄自己 因為她們一跳傘 你想想跳傘勾著東西 後果堪餘 我想說這條褲 現在是時裝 或者是時裝太快 有些人藏袋 這裏有少許名袋 你現在日系的時裝 就是這些 你看看這種時裝 這個珠墜 其實比較少見 這是散兵專用的珠墜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見玩具1比6 即是再細一點 而且方便攜帶 或是方便 即是沒有那麼大 總之散兵就要儘量 保持高度跳下來 一會兒 不要碰到東西 撞到東西 便會弄死自己的兵 好 講完這個珠墜 它也是截線手 是的 即可動手 扭得漂亮不漂亮 這個軍官帽 好 玩二戰的朋友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德軍散兵帽 就是這頂 這頂有了CAMO SMOG的布件 包在這裏 所以它的型沒有那麼突出 因為它包住了 我看看能不能脫掉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脫掉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勾的 即是SMOG有真實的勾著頭盔的邊 令到它不會脫掉 我這個現場我不弄 因為我怕弄開了 德軍散兵頭盔大家便知道 它的型是不同的 跟一般的頭盔 所以看到整個帽 是有少許像一個飯碗 有飯碗軟軟的 為何不那麼長 因為它落地時 頭盔會動得很厲害 將那邊真的切了 在工廠的設計 是將原本的德軍頭盔 將那邊切細 是真的的 不是特命的設計 是將它切細 方便散兵落地時 不會因為那條邊太大 會硬到頸子 是的 我多說一些老餅知識 另外這支FG42 其實是名炮 名槍 它與MG42有相同 不過比MG42更早面世 因為它為了散兵 設計這支機槍 又容易摺疊 你見到柄是斜 不是L型 L型又是困死 困傷河畢 便麻煩了 所以是打斜 這樣使用的 整支槍有機槍的功能 但比較輕巧 金屬的 這支東西的敵人很容易擋住 為甚麼 它說明槍 明槍 暗箭難 你也有爛機槍 好厲害 大堆的 番刀 既然露營的朋友就認識 所以Rambo的箭 為甚麼那麼容易射到敵人 對 射亦都有 因為它在敵人的傷口 拔出來 有金屬的飯壺 水壺都是金屬的 連那些貨品都是金屬 這個不是 這是植物 是植物 還有拿命的 這個貨品是沒有子彈的 它是有金屬子彈進入的 這個水壺蓋都是金屬 很漂亮 金屬是用來煮食的嗎 這是装飯食 装湯飲 還有它是金屬的 那是煮食 照煮食品 這支是番刀 用來鏟的紮營 搓一些泥 蓋住屎 是用來賣屍體的 也會用來挖箭號 你剛才說過 但我想說多次 所有貨品都是金屬的 但是很難了別人的板 是板嗎 我想問為何這支槍 這支槍斜得這麼厲害 剛才你沒有留意 你就可以弄傷身體 因為它是斜的位置 沒有用來勾傷自己 因為它要揹著槍落地 駕駛時也挺禮計的 沒錯 但它要遷就跳傘的情況 因為德軍的散兵真的要跳傘 後期散兵去不同戰場 就不用跳傘 這支槍斜的重點就算了 這支槍斜是週年金屬牌 印了20週年 德國的Forsum Jager Forsum Jager 另外那些槍 我擺出來就算了 好 擺出來就算了 我想看看那支槍斜 好 你真是懂得貨 還有這支 還是這樣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真的要說 這個你看到很多那些名牌 狗牌 這個是特別一點 形狀 這支槍斜 對 有這個 有這個 有大公的 可以叫做拉雞 我常常會說 拉雞 真的很瘋狂 真的很瘋狂 好 最後這支牌 就是那支 Sprinter Mock 叫雨點紋的迷彩布 Wide Trap 一支錶 一個刀 我看看多少點 這個麵包袋 我們叫麵包袋 其實袋什麼都可以 這支錶很漂亮 皮的槍套 剛才的豬嘴就是這個 這個是豬嘴袋 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後期他們不代豬嘴 就代別的東西 這支錶 這支錶最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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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全部套路 而且你感覺到它裡面 是代了一些 有重量的貨品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貨品 我試試和大家分辨 哦 差不多 很壞是Dummy 但是它是有一個貨品的形 不是假的 真的好像有六個子彈甲 沒錯 它留下這個真的 它就可以讓你 有一批扭 它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把剛才兩個MakerCinfo 真的塞進去 嗯 Walker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時間 真的很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畫面看都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所以說句 它真的 所有賣點都在配件裡 配件是 一絲不苟到一個點 神經病 噢 咪咪沒有聲音 噢 一隻沒有 可能你的Walker要拉近一點 因為可能沒有電 這個有電 這個有電 先用一個東西 好 另外這個 說是這個掉了嗎 不會 這個真是熄透 真的沒有電 這個特地開給你看 但只有這個可以 可以 OK 那個MakerCinfo真是放進去 其實這裏 人工是很多的 再安裝一下 OK 你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迷彩的花紋 全部跟回比例 因為我這麼沉氣 說給一些 可能是新手玩家 知道 希望幫到他們的手 好了 基本上 大致講完 但是講不完 講完一件 我試過做一個節目 我自己講二十幾分鐘 我只講完一件 我沒有講其他 我想要這條褲 是嗎 我買一條真的給你 對 我想要這條 有條 有條Chef Pen 好像這條褲 但這條褲很漂亮 嘗試試上中山坡 你買一買 好 我不穿了 不穿了 穿了也要很久了 沒辦法了 好 我們稍後又見 聊聊 沒有產品了嗎 好啦 下一個了 有 下一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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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 下一個了 proverb